大家好,我們這一組的主題是提升便當的訂購效率 那這些是我們目前所發現的問題 然後我們目前發現的問題 日早齡的時候非常麻煩 當大家都拿紙鈔過來的時候 便當股掌身上的零錢可能不夠足以支付他們剩下的零錢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每次直升把便當臺盤都要花費大家的時間 讓大家吃便當的時間越來越少 第三個問題就是股掌體力不好 因為股掌每次都要這樣跑很遠 然後後來說往往已經上課遲到很久了 因此我們這組提出了六個解決方案 第一個提前換食元 提前換食元的目的就是針對上次的那個 上一頁檢告中的那個第一頓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換食元的這個準備 然後提前換出來的食元 就可以在別人拿鈔票過來的時候 更從容的給他領錢 而不需要再跑去鼓勵車才有辦法換錢回來 第二個是使用電梯 使用電梯是針對剛才提升股掌體力所說的 提升股掌體力是一個比較長遠的計謀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短期的讓我們鼓掌的那個上課的權利能收到保障的話 那使用電梯會是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第三個提前告知菜色 提前告知菜色的功用就是能讓同學思考的時間 就是不用拉到那麼長 就是看到菜單 比如說昨天晚上或者是那天的早上都已經想好了 就不需要多時間不到太久 相對的也不需要那麼晚 鼓掌還能回到教室 第四個比較單選擇 就是利用高科技來幫我們解決鼓掌的那個問題 第五個是不可以用零錢 不可以用零錢相對是一個比較強硬的措施 但是如果第一個提前換取的零段執行的話 那可以用零錢也不失為是一種解決方法 第五個提前補強體力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最長遠之際 然後我們我們大概剛剛統整了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早年的狀況就是由鼓掌似先換零錢 然後節省以後那個自己的學部組的問題 然後增加使用電梯增加效率的話 只是因為走樓梯嘛 大家都希望厚實厚力的 然後有時候走樓梯也不一定會進的比較快 還不如大家電梯有固定的時間點 這樣的話也可以省下鼓掌體力不足的問題 另外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有困難症 所以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那個 關群裡面的機器裡面換到菜單 讓大家在前面就有效果這樣做 就不會有人在那邊拿菜單看五分鐘的情況 可以搭載平等地便當的效率 然後還有一個方式表單 誰想都會用那個表單的方式 快速手機大家的地便這樣狀況 但後來發現因為有些廠商 每個禮拜都會換那種菜單 而且有些人沒有帶廠機 然後設計好像太過耗時間了 所以那個後來就被我口血掉了 然後我們放蟹第二個方法就是不開放蟲 然後我們放蟹第二個方法就是不開放蟲 因為有些人家裡就特別 然後就這樣 然後再次提升鼓掌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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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是我們這組 呃 最喜歡這個計畫的心得分成 呃 我們這組要想要解決的是鼓掌 就是呃 可能比較沒有呃 遲到上課導致沒有 呃 沒有受教育的權利 然後 但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說 在一個呃 我們要實行一個政策的時候 或是也 呃 事項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可以自己單方面去做決議 可能要 參照大家的意見 像是 表單啊 然後跟 呃 就是不可以用零錢交 不可以用雙票交易 這些都是 由班上討論出來的 就是 之後我們就發現 有些方案可能不可行 但是 可能我們一開始想的是 可以認得 但是之後 呃 可能在班上的討論之後 就發現不可行 就是 我們也發現了一個 呃 民主的可貴 然後還有就是 嗯 呃 其實鼓掌真的很辛苦 就是他要訂便當 還要 呃 就是 呃 還要耗費力 下個時間去訂便當 然後 還要很辛苦的 把那個 便當抬回來 然後 呃 就是我們 在這個過程中 也希望大家能夠 體諒鼓掌的辛勞 好 這樣是我們的心得分享 然後 我是陳偉勇 我是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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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李翔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